这一刻开始我们大概会用三次到四次的课来开始讲这个测诠技术 所以这个过程中间呢 这三次到四次课的话大家是不用电脑的 可以不用电脑 然后可以生理念 而之前的话大家之前的课里面大家已经比较系统去学习了这个双序列比对 包括动态规划法和这个提拔税算法 怎么样的优缺点什么时候应用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多序列比对 多序列比对基本概念是什么场景上来使用进化数的构建 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已经都学习到了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学习生心学这个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就是测诠 准确来讲的话呢 测诠是诸多诸学技术中的一种 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呢 也会逐渐的过展 那么这个系列的课程 主要的这个 PPT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英文的 这是有历史严格的 最开始呢 是2011年 我在德国波斯坦大约的时候 针对德国的那边的这个研究生 做了一个专注课程 当时只有三个小时 但是呢 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以及不断的新的这个应用的产生 以及呢 测试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了 我们的科研 以及应用 所以呢 这个课程的这个体系 又不断的这个扩展扩展扩展 再扩展 然后呢 这个课的课时 我们这个生物心理学的课时呢 又不可能 这个再增加下去 所以 这个课程就变得越来越紧凑了 那么 在从2015年开始的话呢 测诠技术就已经扩展到了 扩展到了八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体量 2016年也是维持这样的体量 那么今年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把它精简一点 尽量精简一点 因为很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网年的课程 都已经可以看到 而且确实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的同学 已经在网上看过我们往年的课程了 那么 没看的也不要紧 我们这一课还是会讲的 还是会讲的 那么每年的课程的话 我们都会根据 这个最新的科研的进展 和应用的进展 我们会不断地去更新 那么 有可能大家会看到 15年 15年讲的东西 16年讲的就不一样了 然后16年讲的呢 17年 我们今天讲的也不一样 那 说到测序的话 我们大家现在 如果说在 13年14年的时候 我上课的时候还要跟大家讲一下一代测序的话 相信现在也就不一样了 大家最起码是大二的 呃 呃 先进班的话应该都呃 上了班约天上比较早 那么大三大四同学呢应该 对于这个一代测序的技术应该也不陌生了 那我们 前面的一 一部分呢 我们就给它跳过去 1977年的时候 呃 呃 三个儿 发明了这个 呃 双科养中止法科区 是用放射性的 这个 这个 dl NTT 分四管 来 反映 好胶 读取结果 它获得了 1980年的 诺贝尔奖 但是由于 呃 带有这种方法是带有放射性的因此呢 呃 呃 运用起来很麻烦的 发展到了90年代的时候 呃 就是 呃 就有了这个Digaminator Sequencing 这样的 这样的技术 呃 这个Digaminator Sequencing呢 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 常见的一代测序的 呃 这样的 它的空谱 实际上它在做浩胶的时候 呃 是用了荧光的 呃 DNTT 这样的话呢 在一管里面 就可以进行这样的反应 然后浩胶读取结果 那么 既然是 保胶读取结果 那自动化 我们如果想把它自动化呢 就呃 呃 可以使用这种 呃 呃 毛修可念用的方法 那么这个 是 呃 那么这个 这台机器呢 是 呃 一代测序时代的 呃 可以说是 终极的产品 384公版的 这个 呃 测序仪 它一次呢 可以在384公版上 做384个反应 然后呢 每个孔 对应一个 灌有 焦的 那么一个细长的 毛续管子 在 板子 这个板子是金属板子 然后这边 这边有个电 也是金属电梯 在两个 电梯之间加电压 你就可以在这个管里面 跑电用 呃 呃 管里面跑电用呢 呃 呃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设置一个 呃 螢光检测器的阵列 在这里守住外固 就可以 哎 让这个 分子 一个一个过来的时候 我去读取这个螢光信号 这样不用去扫描整个焦 你就 剪辑器放在那里 好了 然后加电压 慢慢跑 那么 像这种 呃 这种 这种 机器呢 一次可以做384个 呃 反应 那么每个反应 我们现在的机器是做得到 连续路续 八兆到一千的景气 也就是说呢 如果是你二十秒钟不同的 去跑这个机器 那么一天可以 测定 一兆到八兆景气的这样的 呃 这样的数量 那么 有了这种 相当自动化的 呃 机器呢 人们的测序能力 在九千年代的时候 飞速提高 于是 呃 人们就开始琢磨着 测机音组 测过一种基因组 那么 那么 但是细菌的话呢 比较简单 95年的时候 已经把 呃 这个 大生产菌 磁点吸造的基因组 全部测出来了 那么 有点挑战性的 那边是大一些的基因组 嗯 像这个 这个真核生物的基因组 那么96年 这个 量子的酵母 基因组被测进出来 这是第一个被测去的真核生物 基因组大人 12月份 98年 第一个 多细胞生物的 呃 基因组被测进 是优雅现状 2000年 第一个植物基因组被测进 是 米兰界 157道 最终呢 人类基因组计划 从90年开始 一直到 03年 完成组 总共 呃 基因组大概是3G 似乎来讲的话呢 像这种 呃 毛细板测进去 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考虑到 去设定一个 人基因组 所花费的精力 和钱 那么 这个事情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 90年开始正式启动 到2003年 金库完成 总共经历了13年 时间 花费了 世界上6个国家 30亿美元 的经费 也就是 也就是说 呃 策定一个点击 就要耗费一个美元 那么 如果 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基因组 都策定一遍 那显然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的 经济上面 是非常的非常的 难以承受的 那 我们看到这个是 美国 HGIS 他们当时 做这个 呃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 一个测试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很大的屋子 嗯 看这个照片的话 可能就比我们这个 教室稍微小一点的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摆着很多的 呃 呃 实验台面 然后实验台面上面 大家可以看见 这边摆着一盘 一堆一堆 摆着一堆一堆的 就是三八四个码 每一个板子 每一堆里面有很多个板子 每一个板子 上面是384个码 啊 就384个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想测进一个 呃 人的金组 用毛巾碗 练有名义 这种相对 自动化的 手段还是非常的 慢 和费事 那么 我们就非常需要 去提高分开 降级成本 使得我们能够 对生物 信息的获取 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层 所以就有了 所谓的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这个概念 下一代测序 下一代测序的 核心 在大规模平行化 所以在 最初的时候 被 被叫做 messive parallel sequencing 就是大规模平行测序 那么 大规模平行测序 对这样的想法 它的实现 是一种 在 它的开关 却是一种 在一代测序时代 被市场所淘汰的一种技术 叫做 Hero sequencing 事实上 市场所选择的 未必是最好的 这一点 无论是在任何考虑上面 几乎都是如此 那么在这个 毛细管电种 主要是AB公司 就是Applied Biosystems公司 就是美国的一个公司 它做的 当时这个公司非常大 然后呢 98年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种技术 叫做Pyro sequencing 那么这种 Pyro sequencing 这种一代测序技术 它 不需要 好焦 也就是说不需要 这个毛细管 是好焦的 它是怎么样做的呢 同样是 类似于 这个 同样是根据 引物结合 并且延伸 合成测序的 这样一个 原理 那么引物结合上去之后 加上DNTT 然后呢 有一个续合媒 续合媒呢 就会在上面 加上一个 或者几个剪辑了 加上剪辑之后 就会丢出一个 PPI的这个 集团 因为这边是DNTT 加入了之后 中间这个 有一个磷酸集团 连着两个剪辑 所以最后 会丢出来 两个磷酸集团 也就是一个 叫做焦零酸集团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焦零酸集团 会在两个磷 也就是 一个是Sufurilis 然后还有 Luciferase 这两个磷的 作用催化之下 会把ATP 转化为光 它会发光 它会发光 于是 用一个光检测器 去检测这个光性 好 我就可以读出 我就可以读出 这样的一个 解析序列 那么 显然 你把 所有的四种解析 一口气全丢进去 这个聚合美 就会一直往后 对吧 一直往后好 那你就读不出序列了 所以我们要做得聪明一点 我们一次只加一种解析 那好 比方说我第一个循环 我加的解析是G 然后我检测到一个 影光情况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有一个G被合成进去了 对吧 有个G被合成进去了 对吧 好 于是我就记住 这一个 这位是G 第二个循环里面 我加一个C 我加C进去 诶 又检测到一个光圈环 说明什么 下一位 合成了C进去 第三个循环 我加T进去的时候 发现没有影光 说明什么 说明下一个不是T 对不对 它合成不进去嘛 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循环 第四个循环 我加A进去 又检测到一个光信号 说明什么 下一位是A 好 那我就四重点 就轮着往点加 对不对 轮着往点加 再加C的时候 我发现A 第二个B的光信号 这什么意思 接下来是两个局 连续的G数域 你就发那个 聚合美 一次合成了两个G进去 出了两倍的PPI 于是发出了两倍的光 对吧 所以接下来两倍是两个G 然后再加C 哎 就是两倍的光信号 于是应该是两个C 然后再加C 一倍光信号 哎 那就T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四种 四种剪辑 轮换的往里加 通过光信号 检测有无光信号 或有光信号的强度 我就会读出这个序列来 就是 G C A G G C C C T 我就会读出这样一个序列 那么这个序列 就是我代色序列的 骨骨链 对不对 老师 就是原先 比如说 你加T进去的话 然后它没有选色的银光的话 那么它 它里面就有T的那个 设计呢 那么每个转换完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设计洗掉 我就把这个设计洗掉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焦灵犯测距的方式 它有个最大好处是什么 不需要内根管子 大家知道 因为管子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得把这个管子 插到你的桶里面去 对不对 作为自动化的反应来讲 插管子这事是不可以忍受的 你插 你插几百个管子 可能还插得过来 你要插几万个管子 你就疯了 对不对 而且管子做得越细 它里面出现瑕疵的概率就越高 对不对 大家做个胶 是不是 跑个胶 大家做胶的时候 是不是有的时候 尤其是在你们新手 第一次做胶的时候 常常做失败 那板部里面会有个气泡 或者说哪个地方 少一块 会不远 漏胶 然后或者是里面凝胶的时候 有块 结块了起 有没有 有的东西可能 不熟悉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 这个细管子里面 毛细管电容里面 那个直径是几十个威力 想要把胶 非常好地灌进去 并且不能有任何瑕疵 这些是很难的事情 做得越细越难做 所以说胶磷酸测序它 压根是没这个问题 但是呢 做胶磷酸测序的这个公司 它是新的公司嘛 就是创业公司 创业公司跟那种AB的动物 还是大型企业 那这个体量不是一个等级的 所以呢 AB公司 它感受到了 强大的商业上的压力 对吧 一种新的技术 一种新的技术 很可能让它的刺与也会卖不出去了 于是它就动动了很多商业的手段 大家懂的了 猜点回扣啊 然后忽悠一些 就是给专家猜钱 然后让专家的评审的时候 在照标的时候 然后说一些有形象性和话 维护AB公司的这个市场 市场支配地位 大家看到了这很多的这种 商业上的仇恶的行为啊 在这个上面都有 然后呢 生生的这种公司快逼死了 就是这个做胶磷酸测序 我觉得这个公司快逼死了 人家是小公司嘛 塞不起钱了 对不对 可能还收了很多账 去那个 去做了几台机器 还卖不出去 结果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 在商业上看起来很失败的机器 却引爆了整个二代测序 或者说下一代测序的 这个时代 引爆了整个时代 在05年的时候 第一种实用化的二代测序技术出现 它就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 焦磷酸测序 刚才我们看到 焦磷酸测序的 一个基本原理 如果说我在一个平板上面 放上很多很多的孔 每个孔 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 我就可以同时测进 很多很多的法律 对不对 由于它不用插管 所以的话 我这边 我可以把这个平板 任意的做大 在上面把这个孔 做很多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话 我的定性度就可以远远高 我们传统的 这个三马四公法 那么 平行测序的原理 实际上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 人类进行组计划中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其他 大家知道 90年 多国政府 决定开始进行一项 空前的 这个 科学合作 开始 共同测定 人类基因组计划 当时是什么 当时的这个测基因组 是要把 把这个大的基因组 打成 首先打成YAC 就是 教育人工染色体 或者是BAC 就是这个 细菌人工染色体 就是 极造的这样的片段 然后再把这个 纸造的片段 克隆出来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 一段一段的测去 测完了之后 先拼成这样的 拼成这样的 一些小的 YAC 或者BAC的去 然后再把大量的 YAC和BAC的血继续拼成 来测去 这样的 不不为盈的做法 这是当时 科学 科学学 觉得是一个 稳大稳大的方法 但是 在90年代 中期的时候 有一个人 叫Dunter 这家伙是富二代 这家伙是富二代 然后也是一个 也是个天赛 他们他说 你们这么搞 太弱暴了 你们这搞到哪年头去 我告诉你们一个浪法 可以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 就是 这个散弹法 或者生产的想法 比如说我把一个大的基因组 随机打着很多片段 我把每个小片段都给测 测完了之后 打 拿到了很多的数据 我用个超级计算机 我来分析 这些数据 我们把这些东西拼起来 不就可以了吗 诶 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想法还有道理 但是这复杂度相当的高 以当时的 你要说 说实话 测个 拼个这个大型基因组 现在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别说当时了 所以当时所有人都去吵吵 科学界 每一个只算 那些科学家 那些是院士 通通反对他们说 你这想法太荒诺了 不就可实现性 然后这个Bender 就说 诶 你们都吵吵我是吧 行 那我自己干 反正老子有多少钱 不用听你们这方面 专家 这个砖头家的 评审 你们不够有钱是不是 你们国家不够有钱是不是 没事儿 老子自己有钱 我自己 我自己 呃 注册了一个公司 他于是注册了一个公司 叫什么 Cellular 这个公司 这Cellular公司 注册了之后 就买了几百台 这个毛细管测序 这个毛细管测序 雇了一大堆的实验员 天天给他测序 因为当年也只有这个 这个毛细管测序 对吧 于是 然后再去雇了很多 某种IT的人 给他编程序 编程序 编程序 然后出了数据之后 用这个 然后他还去租了当时 是 反正美国是 反正台并二年第三块 这个超级计算机 来干这个事儿 Cellular公司 98年注册的 居然抢在了 政府团队之前 在2001年 抢在政府团队公布之前 测定了 人金组的全学 三年的时间 虽然他的拼接的金组 是不如这个政府团队的 但是 他就用一个私有公司 自己的 他自套腰帮 用相当消费比 非常高的方式 去做了这样一件事 他证明 我这样做是可行的 虽然效果一般吧 但是这事儿 你说能不能做 能做 至于说以后 我要把它做得更好 那是以后的事儿 但是我期盼 正硬了 这种 不管不顾 直接把大型民主 随机打散 然后拼命测训 然后拼命分析 这条路线 是可行的 然后他 第一个测出来之后 所以说 第一个测定的人金组 全序列的 并不是人类金组计划 这个政府团队 而是一个富尔来 他的公司 所以大家也看到 从这个历史上面 大家得到一个深刻的历史 经验和教训 也就是说 同行评议 这样的一个制度 往往是阻碍 兼登科学的发展 因为 真理 总是掌握了少数的 对吧 大多数人都认同了做法 那绝对 那这不创新的 但是如果想创业的话 很早就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对不对 所有人都去做那块事情 你就回来做 科学上更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同行评议 同行都认可你的时候 这比你的东西已经没有太多的价值了 这个可以说 不光是科学界 在任何的行评议 在任何的行评议 你想做出这个重大的行评 都是颠覆不过的这里 好 那么二代测序的思想 同样是基于 Renter 这个富二代 他当年的这个天才设计 就是把大型金属随即打断 拼命测序 拼命为行 所以在测序的时候 把大的这个金属定位 随即打断成很多的小片段 对于每个小片段 我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小片段 平行的来做测序 怎么做 有这么多的小小片段 你不可能 这个小片段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用手把 放到一个小孔里去 对不对 所以 他在这个小片段 两边加上接头 接头是一段 人工合成的序列 你知道 用连接法 就可以连接上去 连接上去之后 在一个管子里面 做这个Emotion PC 就是乳液PCR 乳液PCR 乳液PCR是什么意思 旁边都是油 中间会形成很多水滴 对不对 你油多水少的时候 你把它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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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到 形成乳酌液 里面是水 外面包着油 那么油 就可以把每一个小水滴分开 于是 可以在肯定管里面 进行几十万 几百万多块 因为可以震荡出 非常轻易的震荡出 很多很多的小液滴出来 那我们试验了一下 Emotion 这个条件 如果我们去拼命震荡的话 很容易一管一毫升的管子里面 可以震出几十亿个小液滴出来 我们在显微镜上可以看到 然后呢 每个液滴里面 我弄一个小球 这个小球 就加工很小的那种球 球表面呢 带上一些萤幕 这个萤幕呢 是一端的 一端的Adapter 序列相匹配的 于是 于是他就 这些小球呢 每个小球的 每个小球都会沾一个 一个这个代色的区别 对不对 一个代色的区别 然后呢 在这个小球上面进行PCR 我进行PCR 我就把它P出来 再加上移动 继续P 继续P 于是呢 整个小球 经过若干准的PCR之后 每个小球表面 就一模一样的 很多代色分子 对不对 就从一个代色分子来了 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是增强信号 因为单分子的解释是很难的 我要弄成一堆的话 这个信号就比较容易点色 好 这个是在显微镜下 大家看到 这个是乳液 对不对 每个这个都是一个液滴 其中呢 有的液滴里面 会包含一个小球 这是 就是这个球 好 于是的话 用这种乳液PCR的方式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在一管 一管里面 同时进行几百万个 互不干扰的反应 PCR完了之后 我得到了一大V上这种小球 每个小球表面 布满了一种代色区域 接下来 我把这个小球扔到一个 精密加重的微控板上 这个是电子小微镜放大的 这样一个微控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从这儿到这儿的Skill bar 从这儿到这儿 一共是一百个微米 一百个微米是0.1个毫米 所以说这个这个孔的直径呢 大概来讲 每一格是十 所以大概直径 那来说就是大概四十个微米左右 眼睛是蛮看清的 那么在一个板子上面 最开始的时候 一个板子上面有十几万个这样的小孔 后期发展到一百万个小孔 每个孔 然后我就 刚才弄出来的一把小球 往上一扔就远 然后每个孔你就会 就掉一个小球进去 假设我扔的多好 我怕 稍微有几个孔 没有小球掉进去 无所谓 对吧 我就少几个 反正我这个板子上面 几十万 几十万一百万都有 我也不差那几个 反正就是抓一把 擦下去 每个小孔 小孔 每个孔里面掉一个进去 好 掉进去之后再加上 再加一堆其他的小球 这个其他的这个小球 你看这更小的这个球 它是什么呢 表面上固定了那两种类 就是将军上次序所需要的 两种类 sufurilis 然后还有luciferis 这两种类 好 于是最后的这个 背后马 进行反应的时候 就是 就像这个样子 每个孔里面 有一个小球 然后 旁边有很多其他的小球 然后呢 我就一种一种的 剪辑往里面加 对不对 每次加一种剪辑 四个剪辑 轮换轮往里面加 然后呢 加了之后 反应就在这里 开始 如果加进去之后 这个空里面 正好能合成进去 这个剪辑 于是就怎么样 于是这个 就发光 对不对 因为合成进去剪辑之后 丢出来的PPI 对不对 PPI就被旁边这个小球 上面固定的这两把镭 给转发光信号 于是上面有弄的相机 不停拍 不停拍 对吧 就行了吗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真实的照片 这个 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拍下来的照片 当然是其中的一小块 因为这个板子很拔 上面有几百万个孔 一百万个孔 这是照片中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照片上面 有很多点 对不对 每个点代表一个小孔 那么在 这一种剪辑加进去的时候 有的孔是会发光的 有的孔是没有发光的 有发光的代表什么 这个孔的 这一位 是有合成进去剪辑的 有的方向有的发光弱 对不对 发光越强的 说明 合成进去的越多 于是 通过检测 光的强度 诶 合成进去几个 然后这四种点 也不停地往后加 我就不停地记录 不停地记录 对不对 编成程序 去记录 记录 针对每个孔 我都可以记录一个序列出来 这就是测评了这样一个序列 对不对 我这一个板子上面 几十万上百万的孔 每个孔里 都可以记录出来一条序列 对不对 于是我在一次发音里面 我就测评了七十万到一百万票 序列 这是不是很爽 比原来3845蛮爽多了吧 所以这就是 大规模测序的开端 那这个是 发明这个 这个技术的人呢 他创立了一个公司 叫454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这个名怎么来了 然后我曾经在那个 国际会议上面 见过 见过这人 这个是个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后来呢 454这个公司 就被罗氏收购了 Rush 好 那么 原来一代测序的时候 大家测序的结果 是看这个公司 对不对 二代测序的时候 你没法赛这个公司 那太多了 对不对 太多了怎么办 我们要有一种 比较compact一点的方式 去记录这样的信息 于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 二代测序的文件的格式 最常见的文件格式 那就是FastQ格式 FastQ格式里面 四行代表一个剪辑 不 四行代表一个read 代表一条代色序列 我们叫一个read 一个 通常来讲 翻译到中文的话 往往是翻译成为短读序列 oneread 就是我测出来的一小段 这个序列 四行是一个序列 第一行是F开头的 它是名称 第二行是ADGC的测出来的序列 第三行是加号开头的 就没有意义 然后第四行呢 是简积的质量 这位质量好不好 那么这个质量 大家可以看到 质量字符串 是一串的好像 这个很怪异的 这个文字 实际上这个质量字符串 它的编码的形式呢 叫做fresh score 大家可以看到 质量字符串 通常来说是和上面 这个字符串的 这个长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一位 下面每一位 是对于上面的 这一位的质量 那么fresh score 这个怎么去解读 它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呢 我们要从fresh score 这个定义来说起 fresh score呢 是98年的时候 为了一代测序 评价一代测序 测序可靠性 或者说测序质量 这时候呢 提出来的一种招案 叫fresh score 那么 这个Q就是fresh score的值 它等于-10倍的log 10p 这个p是什么呢 是错误概率 因为你做任何一个实验 你都有这个 有心脏笔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都有错误的概率 简单来说的话 按照这个公式 fresh score 10个时候 代表你这位测序的 准确度是90% 也就是有10%的 可能你出错了 这位是A 但是你测序了T 如果是20的话呢 Fresh score 20就意味着 准确度是90% 也就是 错误率是1% 于是Fresh score 越高 当然你的测序准确率也越高了 那么在一代测序的上面 大家很可能就是 对不对 尤其大半小四的 进过实验室呢 可能多半都 读过这个 接待测序的风谱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直播一下 我们可以看吧 像这一位 你看 像这一位 我认为是A 对不对 但是下面是 你看这个A的风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杂风 对不对 所以这一位 我的五判概率是很低的 那么这一位 就是Fresh score 就是Fresh score 就得于50 大家可以看到50 什么概念 90% 就是9999 非常非常准确 那么 比较marginal的一个情况 就在这 比方说这一位 我认为是 踢的方法很清楚 但是他会消耗旁边的一些 杂风的隐功干扰 对不对 所以这一位 虽然来讲 也是比较可靠的 这个就是 正式transfer 20 也是99%的准确度 比如说这一位 还是可信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还是可信的 但是他的准确度 就没有刚才的这个招 那么比较差的 比较说 Fresh score的13 这一位 A 你看A的风是最高的 就没有问题 可是还有其他的干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一位 到底是傻 我就信的没那么足了 对不对 一般来讲 在依赖社区里面 我们的这个 Fresh score 通常来说 要让我们Fresh score 要大一个 20 才可以 那么在二点程序里面 同样也是这样子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 Fresh score 编码到文件里面去呢 大家知道有 ASK码 对不对 就是计算机里面 表示每个字符 它有一个标准代码 是不是 65开始 就是大写A 66就是大写B 67就是大写C 这样往后排 然后96 97开始是小写A 98就是小写B 90就是小写C 等等往后排 这样子 那么把Fresh score 因为Fresh score 是从0 一般来讲讲 0到60这个范围之内 而ASK码的前31位 前31个ASK码都是控制制度 什么回车 要放糖 Tab 等等 这样的一些控制制度 它是无法显示的 所以为了让人能够读出来 我们必须把这个Fresh score 0到60的范围往后推 推到可以现实制度的时候 所以的话 在这个领域上面 不同的厂家 会有不同的定义 比方说 有的厂家 2有的厂家 加33 这基本上可以互相代替 有的厂家 加64或者65 于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 这个Fresh score 转换到 比方说 从33 到90 这样就放门之内 去 这样的话 这些放门之内 都是自伏 于是我就可以 自伏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Fresh score 都是自伏 对不对 那么大家可以查一下 小写 代表是 那个ASKMA 是多少 然后呢 这个厂家 这是 伊隆米娜公司的 比较老的一种村民 出来了 这是我 这 这玩意儿是真实的 从我的比较早期的 次序实验里面 的一条路 结出来的 可以看到 那么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个小写 是多少 然后呢 这个 当时用的是 Fresh score 加64 这个方法 也就是Fresh score 加64 等于这个字符 的ASKMA 于是 大家可以 把每一位的 这个 Fresh score 可以求出来 于是大家就知道 这位测定 究竟是准确还是不准确 好 那么 这个测试仪 就是 454的测试仪 后来被螺丝收购了 然后后来又经过 经过发展了几代 改进之后 这个是在 454测试 退出市场之前 最后的一代 就是它的中极版 螺丝454 GSFLX 测试 那么它每次大概能 能测试 一兆RIT 一个Million 一百万个RIT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读成呢 是 六十到一批千克 整机 理论上 可以做双端秩序 但是实际上 它也还没有做 然后呢 它的这个 错误率还是蛮低的 百分0.004 然后 比较高的是 Indular Rate 那么有了这样 一个测试仪之后 人们就开始想想 我有这么个 新的家伙 我们再来测个金组吧 于是呢 这个 这个人呢 测谁的基因组呢 于是就有一个人 自告分析说 测过了吧 这个人是谁呢 Watson Watson Creek 大家都知道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 Watson自告分析说 来测过了 于是07年的时候 第一个个人基因组 被测出来了 就是Watson的基因组 然后 就是在这台454测试仪上面测出来的 那么454测试仪 测一个基因组 和原来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用毛绩管测试仪 来测基因组 我们来一个对比 这个毛绩管测试仪 用了13年的时间 才测完了一个人的基因组 是吧 花费了这个31年 然后呢测Watson用这个454分 用四个月的时间 花费了150万美元 对吧 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虽然说应该50块美元的 也不是说 咱们谁都套得起了是吧 但是起码来想 比31美元要好多了 现在土豪还是拿得出来的 这个钱 你看看 了解一下自己的基因组 知道自己的生老病死 这还是蛮酷的一件事 所以 这个07年的 这个Watson个人机 测出来之后 大家就看到了 确实这个技术 非常有伦 然后呢 刚才不是说了 那个 花费454的那个人 他创立了一个公司 是吧 然后把它卖给了设 当然他自己赚了一大笔钱 赚一大笔钱 这人一般来讲 大家创业成功了 创业成功了 就 差不多 三十几岁 四十岁 金钱退休 好好地想生活 是吧 然后想干点啥 干点啥 然后这个 他说 我还能干 是 于是呢 他把这个东西卖了 然后玩了 玩了两个年之后 他又捣出了一个新的设计 之后 是用454的衍生技术 这就是现在的Ion Powering 那么在 09年的时候 他发明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10年的时候 发的文章 技术几乎是一样的 也是 类似于叫 设计分色区的这种方式 也是一个大球上面 A Motion PCR 把带车分段都连上去 连上去 然后PCR 或者一个球上面 很多个 像我们带过去 然后也是个微光板 RNN去 RN去反应 但是RN去反应的时候 它的信号读书 并不是靠着 光信号 它这个时候 再不用 那两种煤 把PPI 转换为 光信号 它不用光 因为光 转换是也很麻烦的事情 对不对 大家 玩相机 现在手机都很发达了 晚上大家是不是 觉得那个噪点都很高啊 拍出来那个照片 的照片很高 当你的这个测试单元 越做越小的时候 你需要 你的新照片就越来越低 也就是 换句话说 你的照片上面的 噪点就越来越多 当你的照片多在一个层幕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这一块上去 发光啊 还是道理 对不对 于是你就有越大 也有越大的可能性出错 对吧 想想看 就是这么回事吧 所以为了规避这个极限 那还有一点 光学系统 是有颜色极限的 对不对 大家 物理里面学过了 颜色极限 高中多学 所以光学显微镜的 放大倍数 不可能性提高 最小的分辨 也就是0.2多米 这就限制了什么 限制了我的这个孔 未来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而如果说能够再 能用一种不用光的方式 去把这个信息读出来 那当然更好 于是 这个时候我就不再用那两种煤 而用一种方法 把PPI转化为一个氢离子 也是质子 但是氢离子多了会怎么样 算 对不对 比如说我用个PHG 不就可以读出来吗 大家玩过PHG 吧都应该 PHG的原理是什么呀 测量电位嘛 对不对 阳光环玉电位嘛 对吧 于是说我每个孔上面给它装个PHG 不就得了吧 PHG不就电极吗 电极我可以说我现在 我 我现在CPU上面几十 就是几十亿个基金管 我能够做出来 这个还不行啊 绝对可以做就得 所以说 它就成了世界上最小的PHG 而且是一个阵列 每个孔上面装个PHG 靠的是PHG的变化 来读出信号 就是现在的IQ2 好,我们下个新消息